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会说发现我深信这一刻念起良王的时候 你们的感官和随言入境的情况或者身解之意 真的是增长了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从中里面的法义之中 我相信第一卷已经讲完了 我们这两年来在平台上所说的种种法义都在其中 所以你一念的时候这个你也懂那个你也懂 以前还不怎么叫做无漏人 还很多不懂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这个经念起来 大家都法习充满 因为就是深解经里面的意义了 我们这里真的你们要谢谢 大夫君这么用心的为你们把所有最好的资料给你们了 你们不用心听呢 却是有辜负了你们自己的这个法神 我不敢说辜负他 是辜负你们自己 我也不敢说辜负我 辜负你们自己这个真的想满 有这个五官 都那么这个殊胜的一个这个平台给你们去听 所以呢 我们当然我们也要谢谢他 如果没有他把这个资料啊 把这些来 我看信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这么用心啦 到目前为止啦 下来应该我要丢给很多人去更用心去找资料 以后不要稀奇 每一堂课拜良王的时候 轮流上来讲 所以你们就会去找资料吗 你以为他们修得到真的不用讲了 就不用看资料就自己来啊 那我恭喜你们博也开悟了 所以呢 我很难说啊 我喜欢喜欢小林 你进来讲跟我讲参悔 等一下我让中顺你进来跟我讲 归 如果你不讲你永远没有机会讲 讲得好 不好 没关系 只要学习去讲 那你今天要开始学是因为你有这样的道场 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你不学习讲来是你出家修行啊 那你就做一个闭门修行的出家人了 因为你不敢讲 你不会讲 你也不懂得怎么样讲 所以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看看机缘吧 好 接下来我们请董事先帮你们分析一下你们的法语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各位师征佛友应该是一年半了吧 去年三月 一年九个月没有见面了 大家都很想念这个梁红宝餐的终顺要流泪 安哥蛋早安 师征佛友们早安 谢谢老师的开示 现在十点二十分 第一节会比较长一点 我们好像老师所说的 我们上过的课 我们应该知道这次拜的梁红会比较入心 我们为什么要拜参 我们有修学 我们知道佛陀跟我们说 我们这个人生是一大苦惧 记得我讲昨天那个三个讲的真理 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事件 佛陀教我们给我们各种方法 脱离这个事件 我们自己了解了这些苦 你看这个梁红 慈悲宝餐 慈悲是拔苦于乐的 宝餐我们想要脱离这个六大轮回 但是为什么不能呢 因为我们过去世 今世 以身口意也造了太多太多的恶业了 所以我们呢 佛陀教了我们这个 拜参 忏悔法门 希望我们以这个忏悔法门 忏悔消除我们这些 种种的业障 在生活上的业障 在生活上我们有种种的障碍 让我们不能够来到修学 这个也是一种障碍 也是我们的之前是所造的 累积以来所造的业力 让我们有这种障碍 然后我们以身口意 造下了太多业 借下了太多的恶业 老实说 不要讲是烟轻载主 是说和我们有缘的众生 我们自己想要脱离 我们也希望带这些 有形无形的众生 都脱离离苦得乐 所以呢 我们呢 就发心来拜这个良皇宝餐 这个宝餐 这个忏悔 我记得我有放在那个资料台上 忏悔有三种 一个是做法忏 一个是无相忏 一个取相忏 一个是无相 无身忏 做法忏呢 就是我们做错了事 我们各自对某件事情 升起惭愧 要忏悔的心 我们向那个人道歉 他只是做不出的话 我们向佛菩萨道歉 这个多数用在出家中里面的 他们会忏悔 每个月他们都有一个叫做 菩萨日的来忏悔的 然后就得为清净的 那个戒身戒涕 然后这个良皇宝餐 这种餐呢 是所谓的取向餐 因为他能够餐我们 过去现在 甚至未来所造的一切 种种 以杀到妄淫 四个根本 犯了这个四个根本 结那个罪恶 不只是单单一样 也不只是现在我们想到的 过去累劫以来 所犯的罪 所造的恶业 都能够忏悔掉 当然要真如 惭愧 真情实义的忏悔 这个叫做取向忏 你们忏了之后 今晚回去 睡觉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梦到佛菩萨 来帮你摸摸一下你的顶 等下 拜完了之后 看看他有没有见到光 见到花 这个叫做有相 给一些相 你们看到 就说你们所忏的罪业 已经消除了 所以这个叫做取向忏 这个是力量最大的 他可以忏我们过去现在 或者是将来所造的恶业 那些杀到妄淫 这个四个根本种罪 和那些忤逆罪 当然忤逆罪 我们是要受的 是可以让我们众罪轻受 刚才你们有念到里面有一个那个阿瑟士王 为了多王位 因为提伯达多的松友 他害了自己的父亲要取的那个王位 但是因为佛陀 他归了佛陀之后 他就忏悔 然后他也众罪轻受了 OK 我们知道这个梁皇宝灿 是这个取向忏 他的那个功德力 那种效果是不可以失忆的 OK 我们要拜餐 我们本身没有那个能力 所以我们要依靠佛菩萨 佛菩萨的能力 我们重点在伴餐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要有两种质量 一 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所造的业 要去思维一下 我们什么业我们造过 然后我们要对我们所造的业 起那个恐惧的心 不然你是不会要忏悔的 你不怕 造什么业 我将来死后 我都不知道做什么了 所以你没有起恐惧的心 你是不会忏悔的 然后也不会感到羞耻 这个就是所谓的惭愧心 没有惭愧心是很难忏悔的 所以这个梁皇呢 怎么的来由 我不需要再讲 老师讲了很多次 梁皇它里面 十简里面有分了四十个主题 第一简是告诉我们三个主题 就是说 归于三宝 断移和忏悔 刚才有提过 我们要忏悔 我们要借助三宝的力量 里面也有提到 佛 菩萨 佛法和身的力量 来忏悔 这个宝餐里面 它讲得蛮仔细的 忏悔 这个归于三宝 他有要告诉我们 我们有什么三个理由 要归于三宝 在讲这个主题之前 我们我先提一提 我们一开始会念到 普贤菩萨 赞叹普贤菩萨的那个赞 第一简 我们梁皇 因为我们拜了梁皇过后 我们就可以去到 那个所谓的死地菩萨 这是华严 华严定下来的这个菩萨的阶位 所以我们拜梁皇宝灿 有十个供养 每个供养它有不同的功德力 我们这个第一简用戒定真相 因为梁皇宝灿是希望我们以戒定会 这三学来 唱我们的身口意 所造下的恶业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 礼这个普贤菩萨呢 因为普贤菩萨 他发了一个大宴 在妙法莲花经里面 他虽然只是说 将来有谁 哪一个弟子在拜了 妙法莲花经 他肯定来护持价值 但是普贤菩萨的十大宴 是我们修行人都一定要去实行的 这个十大宴里面 你看第一个就是 礼敬诸佛 赞叹如来 广修供养 前面的三个 然后随行 这个十大宴里面呢 让我们身体力行 然后以这十大宴来修我们的身口 也是最理想的 所以我们先要 礼赞 赞叹 普贤菩萨 然后以他的那个 那个十大宴那个力 来帮我们拜参 然后我们也有请过去去佛 来加持和证明我们来拜参 然后这些宝参 这个良好宝参 它很特别的地方 它每一卷都用所谓的法术 来解释一些法义 第一简 他都用的是义 第二简 他就用二 我们慢慢看下去知道了 我们在这个入叉门里面 有看到那些字一体化身 一体化身呢 就是佛的法身 佛 度化我们这些众生 然后我们在这个世间 我们迷失了我们的如来本性 就是那个一性 我们的一性 然后佛就以一道一门 一个道 就是菩提道 菩萨道 一个法门 什么法门呢 就是那个真理的法门 十项法门 来一称 那个佛称 来告诉我们 怎么去找回我们这个亲近的本性 这个一项呢 所谓的一项 就是那个十项 一切法都是因言和合而成来的 十项是什么呢 就是空性 我们的空性 以这个一项一味 真理 空性真理的法门 来让我们找回我们的亲近神 亲近法神 亲近法神 我们的法神会让一切众生得度 我们呢 在这个内容里面呢 有讲到这个慈悲道场 我们以一开始 这本经典啊 就用十二个心 一切的什么 教会一切心呢 报恩心呢 不放心呢 不慢心呢 用这些心来 拔苦愉乐 得回我们的亲近心 然后又教一切众生和我们自己发菩提心 这个是第二卷会讲到的 现在我们倒回去 那个他的内容 讲到归一三宝 他有三个理由 为什么我们要归一三宝 第一 因为这个世间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要 为我们自己和待一切的众生归一三宝 一三宝的力量 第二 我们无德 我们自己无 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要依靠这个三宝来精进 然后我们要发心 这边有讲了十四条 我们为一切的众生 李十方的诸佛 来给我们这个力量 来 就是归一三宝的意思 的内容 然后第二个理由 为什么我们要归一三宝呢 他里面有提到 这个是让我们成就 我们坚固的那种信仰 我们要相信 佛菩萨有无限大慈大悲 他肯定会加持我们的 所以我们由于对佛菩萨 没有信仰心 我们过去是 甚至是今世 造了种种的恶业 沦落在这个三土 这个三恶道里面 所以我们要必须赶快忏悔 我们要取求佛菩萨 我们要加强理睬 来强化我们的信仰 他第三个理由呢 是为什么要归一三宝呢 我们要施意佛的慈悲 而归一三宝 我们要了解到佛的慈悲 和这个世间的一切希望不实的 所以我们就要想到三宝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佛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是希望的 所以很苦 然后佛又对众生起了 很悲悯 拯救之心 然后我们忏悔 我们没有福报 没有这个善言 能够亲吻佛来说法 所以我们要带一切众生 和为我们自己忏悔 OK 所以我们要以这个三宝的力量 来做这一切动作 然后讲到第二个内容呢 他有讲到断誉 他里面有提到一句 不信之罪 重罪之上 这个断誉呢 是我们六个根本烦恼意 贪嗔痴慢语 我们不相信 不相信一切 是重罪之上 不相信 尤其是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佛 怀疑呢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对事情的真相 没有办法去做正确的阶段 是根本烦恼的一种 我们 这个宝采里面 他教我们断誉 断誉了过后 我们对所修行 我们所行的这一些 这些 修的这些法 能够坚定 不移的去实践的话 我们就能够产生 这个信心的力量 我们修行里面 有三种最可怕的 疑是什么呢 疑智 疑法和疑思 疑智呢 就是怀疑自己 没有这个能力 怀疑自己 没有佛性 我能吗 这个是很大的障碍 你一怀疑自己呢 你根本就走不下去 第二 你疑思 佛陀是我们的导师 一切善知识 是我们的导师 假如你怀疑 他的功德力 他的能力 你也根本走不下去 第三个 怀疑法 假如你不相信佛法 不相信佛所 说的一切都是真理的话 你也修不下去 所以呢 这个三个疑呢 是最可怕的 在我们修行里面的障碍 在这个断疑这个部分呢 在宝采里面 它分成了四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 不了本行 疑惑乱取 我们对三件事情 产生怀疑 第一 不了本 本行 应该是 这个说 这个行 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行为 这个我们自己的行为呢 是我们三世因果的根源来的 你们仔细去想一想 假如你不了解 这个是你自作自受 自造的 对不起 师父讲不可以讲自作自受 不知道我们是自造的 苦继灭到那个自造的呢 我们就会起了疑惑 我们呢 它里面有提到 四个例子 我们行善 得到恶报的疑惑 在第六十面 你们去看一看 为什么 那个人修行都很好 做都很好 得到恶报了 这个我不仔细讲 刚才讲的时候 才再慢慢的解释一下 然后我们怀疑 这个世间很安乐的 为什么你说是苦呢 所以宝餐里面就举了 几个 为什么要来断我们的怀疑 为什么这个世间是不安乐的 他起了这个饮食 衣服 见手 生死 你吃 你讲很快乐嘛 吃多一点 吃太饱就很辛苦 吃错东西 食物中毒 可怜的要命 衣服呢 热天给你一件厚的衣服 你就热到要命 冷的时候不够衣服 穿又很烦 苦 这个不是苦吗 然后见手 今天呢 happy happy 看到的 哎呀 下一刻又不见了 这个也是很苦 这个无常 然后生死 更怕 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 死后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你说 这个人生 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些 安乐的这些欲望 这些 求这些世间的安乐 其实不是苦吗 所以在这本经 两环宝仓里面 他告诉了我们 断我们这个义 我们不要再去觉得 这个世间 这个五义 才设明十岁 是安乐的 是快乐的 然后在这个 断义这个部分呢 他也解说了 为什么我们认为 世间的精进是辛苦的疑惑 那人呢 讲啊 哎呦 修行修行的这么苦 你们有注意在里面 他有念到的 就是因为修行 才会生病 什么什么 其实呢 他不知道了 我们都没有去想到 假如你不修行的话 你所受的罪更重 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 就是那个金刚经里面 有说到的 你今世受人家恶骂 其实呢 是帮你重罪轻受了 有可能你需要受到 更重的罪 今世只是遇到 人只是骂你几句 就把你更重的罪 消掉了 因为你有修行嘛 所以你不要以为 人家骂你是不好的 你就指责你 是帮你消夜 然后这个断义这部分呢 他也有提出 我们疑惑 深重而难去 我们要努力精进 因为我们这个世间 生死绵长 然后过了 死了之后 你们要以什么 来去到更好的 另外一个 另外下一世 投身去更好的地方呢 悠悠合计 你要用什么呢 所以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努力精进 能够处理生死 是最好 不要再在六道里面 轮回 不要让你这一生 这一世 什么都没有做到 空过了 这一世 白白浪费掉 这个狭满人生 然后 在这个断义里面 这个良宝宝圈 也告诉了我们 我们对 人家行善 修善法 我们不要流难 流呢 就是阻止 不要给人家前进 难呢 是给人家障碍 一直阻止人家 去修行 是不好的 践他人 修福 修善法 我们不要阻碍 你不一定成功地 阻止别人家造善业的 反而 自讨苦吃 自己呢 你阻止别人 其实是阻碍自己 所以 里面有举出几个恶鬼的例子 那边有读到吗 那几个恶鬼 他讲他为什么 你那个嘴巴烂啊什么 因为他造口业 所以佛呢 让他现他那个 整身烂烂的那个样子给我们看 那个舌头一直给切断的 那里面那个栗子 所以呢 不要造口业 讲人家 哎呀 迟接都不要 能不能都不要迟多久 做善法 哎呀都不知道能够做多久 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 然后 在这一个topic里面呢 他继续说明这个因果的理论 不要怀疑因果 因果分毫不差不失的 所以我们对所有的善法都要随喜 看到别人做善 我们要随喜 自己做不到 别人做一定要随喜 这个随喜记在八十四面里面 讲了几个随喜 我们不要 也不要怀疑 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呢 我们曾经阻碍人家修善法 我们曾经阻碍人家行六道 六度 什么 不失慈戒 忍辱 精进禅定般也 我们曾经阻止过人家 修这个六度菩萨心 我们也可能曾经 障碍人家 信力三把 就是说 障碍人家见佛堂 障碍人家去修学 我们曾经做过 你不知道 过去曾经做过 我们曾经障碍人家 修习佛道 所以你不要怀疑 你曾经做过这些事 所以我们要忏悔 我们要反省 他有一个部分 第八十面开始 告诉我们要去反省的 反省我们自己没有福报 然后有修行 又觉得修行很辛苦 种种障碍 又弄到你很不顺心 这个就表示我们前世 对人家有造了一些障碍 我们今生才有这些障碍 然后第三个部分 然后第三个部分 讲这个忏悔 这个忏悔 他也分三几个部分来说 我们要忏悔除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 所起之恶业 然后告诉我们 佛菩萨 以他们那个圣志 很那种 般若智慧 讲了很多方便 和法门 无量的方便法门 来 让我们修 然后也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忏悔 他要让我们知道 善业是一切 安乐的根源 你要 得到安乐 在我们现在修行的 想要得到究竟的安乐 就要修善业 修我们的 行我们的菩萨道 然后他又提到 这些所谓的波业智慧 甚至是从群行善业中 得到的 你没有修行 你没有做善业 你要得到这些福报 是不可能的 在第91面 92面 你们去了解一下 然后他又解到 我们做善 而得恶报 是不可能的 佛甚至说 假如有人修善道 而堕入阿比第1的话 他明硬为这个 他可以为这个众生 去阿比第1 带他受罪 所以佛是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为善 而得恶报 恶报是不可能的 要深信不疑 然后这边 在参会这边 他又提到 罪从因缘生 义从因缘灭 所以这个 这个两万宝参 我们时常会听到人讲这一句 罪从 心起将心参 心若灭死 罪亦亡 心亡 罪灭 两极空 事这名为 真参会 这个呢 会比较 去到那个 无声参 就是我们要了解 刚才老师有提到 我们这个人呢 其实都是虚幻的 假我 所造的罪呢 也是虚幻的 也是空的 但是这些呢 这种所谓的无声参呢 你要真的空性的时候 才有这种能力啦 所以现在不要听说 都是空的 反正都是空的嘛 照页不要紧 想一想 都是空的 不可以哦 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哦 还没有到那 达到那个空性的能力 然后最后他有生死 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生死轮回 转 这个第一卷 他讲了这个 获业苦 总共十二条 第一 在第一几面呢 讲到那个 什么破精命啦 破人家的犯行啦 破那个境界的罪啊 这个是我们的烦恼的 然后又提到十种恶业 生口义 三四三 大家上课这么久 我不用提了 大家都知道吧 然后又提到我们六根 对六境所犯的过失 我们一就我们这个六 六根 六 对这个外境六层起了六四 所以那老师这题 守护六根门 师父也有讲过 我们的法宝 就是我们这个 守护我们的六根门 和我们的双手 去造三业 就是我们的法宝 第四条呢 它是以一种 我们造的什么业呢 人我不平等的恶业 只知道我自己苦 没有想到别人 也是有家庭的 然后自己呢 一痛一痒 都不能搭汗 但是啊 想到人家受苦 很不得苦一点 苦一点 给他痒一点 给他痛一点 所以我们这种 不平等的心啊 我们真的是 就是要消除 不平等心 没有平等心 就不用去讲慈悲心啦 没有慈悲心 根本不用去讲菩提心啦 所以平等心 我觉得是 我们需要先修取的 就是说 我上次有提过那个 佛陀呢 把我们这些凡夫呢 把我们身边的人呢 分成三类 亲人 仇人 和不相干的人 我们就是有这种 不平等的心 然后这边又说到 告诉我们什么是 颠倒邪说的恶业 心颠倒 想颠倒 见颠倒这些 然后接下来又 告诉我们 忏悔恶果报 就那个三有 和二十五有 三有就是有 就是因为我们有生死 有造业 所以我们才投身 叫这个三个有 有业果的地方 就是三界 一界 四界 和五色界 记得 只要我们有一天 没有成佛 我们都是要受果报 所以在这个三界里面 虽然是天人 也是要受所造过的果报 所造的业 受他的果报 二十五有 就是 佛把我们这些众生 分成二十五种生命的状态 将来我会开着一课 讲二十五有 就是说二十五个地方 不同的众生 造了不同的业 祈祷的地方 这好像三界 再细分开来 就分成二十五个有 然后佛又叫我们 忏悔什么呢 忏悔我们的烦恼 贪嗔痴三毒的烦恼 这个贪嗔痴 跟着这个六根 六四六成 起了很多很多的烦恼 然后第九条呢 讲其他所有的烦恼 这些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我们才讲了 什么四柱的烦恼 那些什么子观烦恼 四七五盖 六爱七露 八九九就十死 这些假如有上课 你用心听的话 应该也抓到一点 十个死 OK 沉沙上烦恼 就是那个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这些一大堆的 然后 我们忏悔忏悔 归一三宝 借助佛菩萨的力量 然后断掉了一切 对因果 对佛的怀疑 佛法的怀疑 然后我们就忏悔 清净了我们的业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回这个清净神 在最后那一段 我们要忏悔 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忏悔 我们不能够修六度 所以在这个六道中 一直轮回轮回轮回 所以我们要以佛各种的力量 在最后第114面那边 我们会看到提了很多佛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忏悔 然后在出忏悔那边 我们会看到一个所谓的华藏界 华藏界 这是华严经里面所提倡的 我们众生 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一种世界 他是说在这个虚空里面 在这个风轮上面 在这个香水海 有一朵大大的莲花 当然不止一朵莲花 千百亿个莲花 华藏华原的思想 就是一切无碍的 是无碍 里无碍 是里无碍 是事无碍 沿涌的 所以 他就提到其中一朵莲花 每一朵莲花 它有20层 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个娑婆世界 是在这个大莲花里面的第13层 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在这个第13层 这个第13层里面的这个世界 它的教主 就是释迦牟尼佛 就是我们的这个教主 所以你们看到华藏界 就是华严经里面 所提出的 我们众生的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 它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然后ok 修完了第1节 大家归于了三宝 断了怀疑 忏悔了 其乐 清净的心 所以呢 现在大家应该都很欢喜 所以就证得了第一地的菩萨 欢喜地菩萨 谢谢大家 恭喜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